美国股市上涨 在大幅反弹之后再创新纲 似乎政治因素再次驱动了市场 今天加入我们的是来自 CMC Markets的克林·赛苏斯基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已经产生 共和党在选举中 以较大的优势胜出 并成功地控制了参众两院控制权 那么您认为该政治因素 会对美国的股市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消息对于美国的市场来说 无疑是相当利好的 包括继续可以支撑美元 和利好股票交易市场 共和党在周二的选举中控制了参议院 并在众议院的选举中 赢得了该党于60年来的最大的 多数优势 共和党还赢得了36个州中 余半数的州长选举 该结果一出 美元对日元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 毫无疑问 该结果对美国的经济是极好的 并且有可能带来一个持续的 长期的良好的前景 另一方面 美国的出口在最近十分的疲软 一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将要放缓的征兆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内需的强势增长 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十月出口下降 是在怎样的大环境下吧 或许就没有那么令人感到奇怪了 要知道 在近两个月里 美元保持了一个强劲的增长势头 同时 全球的 不管是石油 还是其他商品的需求 都在普遍的下降中 众所周知 如果美元持续的升值 对于其他进口国家来说 成本就会相应的提高一些 而且 并且随着油价的下跌 相应的产能会减少 以及刺激美国国内的需求 好的 美元强劲势头 已经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您对良好的ADP数据 对于美元的支撑 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您认为 欧元美元会持续降低吗 美国ADP具体数据显示 美国十月 ADP就业人数增加23万 就业人数增幅 为六个月来的最大增幅 预期增加22万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指出 美国50到499人员规模的公司 10月新增12万2000个岗位 利好美元 关于欧元美元 最近有着小幅的反弹 但是阻力位在1.2560附近 我认为如果价位到1.26 那么会对美元产生压力 以及1.25是一个不错的空头位置 好的 非常感谢你 柯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多高斯倍电视 为您带来的关于市场动态的更新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